中國喜事講的就是普通人的故事 分成六個系列 有新生、有良緣、有成長 傳家、收穫和團聚 每個系列我們拍了三集 生活給我們的東西 都是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動人 兩個就是聽說有一定障礙的年輕人 馬赫然他是在一個工廠工作 李勇敢主要是靠直播 在這樣一個時代 有互聯網、有直播 這件事情成就了他們的愛情 馬赫然家是在遼亞 李勇敢家在雅克什 馬赫然其實還沒有到結婚的年紀 他去領贈那天是他的生日 從大眾的經驗去看他們 會認為他們是有一定障礙的人士 但是他們倆就像名字一樣 他們都打破了這些障礙 很勇敢地走在一起 就是兩個小孩很愛玩 他們在旅行 他們在天天修恩愛 去相信生活的各種可能性 我覺得這是年輕人身上的 讓人非常振奮的那種力量 愛情 關陽智宇是一個補習老師 他生活在城上 在他大學畢業不久以後 突然之間發現患上了腎病 需要患腎 這個疾病對於他和整個家的打擊都是摧毀性 而我們拍他的時候 他都這一切都過去了 他也成功地進行了腎移植 他的太太懷上了寶寶 他的父親一直都在深圳開租租車 片子裡面有一個畫面是他從火車站出來以後 在找歐陽智宇,他的那個眼神 其實我會被這樣子的細節感動 謝謝媽媽 我來抱一抱 抱一抱 太香了 什麼事啊 她是我朋友 她是第一個答應我拍攝這個紀錄片的人 她就是一直沒有為女兒找到一個心儀的幼兒園 所以萌生了她自己做一家幼兒園的這樣的想法 沒想到一做就做成了一個事業 籌集的善款 我們一起資助了一些患病的小朋友 教育的本質是什麼 我們影響她 但不是改變她 畢業典禮 她是孩子的 我們去讓她長成她最好的樣子 而不是讓她成為我想要的樣子 其實很多人問過我 就是中國喜事到底說的是什麼 我都一直戰戰兢兢的一點 我很害怕傳遞一種概念 就是我們在鼓勵說只有結婚才是喜事 或者是只有生小孩她才是喜事 我們沒有鼓勵這件事情 中國喜事拍的是一些平凡人 他們在靠近人生中的一個 對她而言很重要的人生節點的這個過程 所以我們會在一開始說這個片子 是獻給那些為了美好生活而努力的人 我們覺得只要是為了讓自己更好 而用盡全力的這些平凡人 都值得被記錄 值得喝彩